老花一每日一打 回答家周波人羊的问题 上来有个初波说 你看我这个春雨子站不起来不滋嫩 它太小了 你我大舅子六个月 它站不起来不滋嫩 你看这个也不滋嫩 它小的咋滋嫩 它滋嫩个锤 它滋嫩的 太小了 明白了吗 这人等了长大一点再滋嫩 这也成事了 你这羊的不比我这个好太多了 让我夸夸你啊看 下来这边 你看我这个向日葵还有旧布 你能给如光照吗 亲爱的 向日葵耐旱着呢 你这浇的水多啊光照也差 向日葵向日葵 没有日葵的像谁也在这 用点肥料给如光照 再用一点杀菌药 因为时间长了就容易烂根了啊 下个初跑 你看我这个山茶花 经常这样大了的怎么办 有点干 可以适当的在原有的基础之上 喷点水浇点水 好吧 然后呢你再看那个花苞 一个上面有两三个的就留一个 尽量的 用一些繁肥水哈 新长出来的叶子有点发黄 这个是发出了求救信号 说它营养差了 用繁肥水 在原有的基础上多浇一点水啊 下个初跑说 这两个锈球咋回事 很严重的黄化病 还有一个就是水大 都已经黄化病都快到晚期了 你看新长出来叶子呢 黄黄的不是那么绿 你看到后来呢 长出来直接发白了 这个就像什么呢 营养不良导致了贫血啊 后来到了白血症 白化病明白了吗 这个你这个就已经晚期了 那怎么办 首先呢 把托盘里边的水倒掉 每回浇水 托盘里边别流水了 再用一些个小黄二号做杀菌药 再用一些繁肥水 再修剪一下 把那些不好的全部剪掉 好吧 有条件的话 可以翻一翻盆 换一换 下个周本啊 鸭脚木 新移在这样正常吗 营养土加珍珠盐 这不很正常吗 这不养挺好的吗 先控水啊 等就是你刚换了盆油 最好是等干湿循环 干了以后再浇 不干不浇 你要是老是担心的话 就用点杀菌药 但是要等下回浇水的时候再用 好吧 挂上半个月左右 一个月左右的 你再去用肥料 别着急着用就行了 别的没啥了 这个呢 还是洗羊的 可以稍微晒一晒 好了 没错了花衣 也要花脆着衣 白了错吧 嗨 嘿嘿 嘿嘿 嘿嘿